土需邊境規模七點八 世紀強震進入第七天了 台視採訪團隊也深入災區 直擊搶救寶貴生命的驚險歷程 台灣搜救隊在重災區阿德亞曼 成立臨時指揮中心 不過當地設施只有零下的這個低溫 吃飯睡覺都必須十分渴難 時間交給特派記者 劉仁豪 林秉舟 帶我們了解 好 先記者人就在台灣搜救隊 位在阿德亞曼這座城市的 一個臨時指揮中心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就位在這邊煮幹道中間的部分 現場有許多的帳篷 提供給搜救隊員睡覺來使用 但是天氣非常寒冷 可以看經過一夜之後 行李箱上面結了霜 而且水也出現了結冰 相當相當的寒冷 大概都是零下三度左右的氣溫 這邊我們可以繼續來看到 就是有煮熱水或者是電鍋 提供食物跟熱飲 就是在這一個地方 那可以看到現在正在煮這個熱水 還有電鍋 那我們再繼續往後看一下喔 後面呢就是兩排也都是提供搜救隊員使用的帳篷 那他們的這個器材跟行李基本上就是放在外頭 那這邊基本上都是單人帳 也就是一個人睡一間喔 那兩邊呢都是帳篷 整個這個走道是有相當還滿長的喔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到後方的部分了 後方的話呢是另外一塊區域 同樣也是提供給台灣搜救隊使用的喔 那這一塊的面積是比較大一些 那包括有這個燈啊 那現在呢 因為天氣寒冷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會圍著柴火來取暖喔 希望呢能夠呢來做一個保暖喔 好 那在土耳其當地時間12號的上午 預計台灣搜救隊會撤離 但是呢詳細的時間還要等當地省政府的最新告知 一切都是等他們的規劃喔 那以上是特派記者 劉仁豪 林秉舟 來自土耳其阿德亞門的採訪報導